馬英九是不是有什麼小辮子被人家抓到 因為通常講在投票前72個小時 不會有一個所屬政黨的前總統去講這個話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直接看《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裡面的網頁裡面他是有影像的 他是有馬英九的聲音的 他有馬英九很清楚的兩岸關需必須相信習近平這一段話的 他也有講說我不認為他在推動統一 我看了我哭笑不得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你在投票前那個因為是昨天投票前72個小時 你把這個丟下來丟出來 後裔怎麼辦 金武聰怎麼辦 朱立倫怎麼辦 炸鍋 這樣因為1月13日我們就要投票了 其實這兩種選舉就已經很簡單了 我們只要做一個選擇 你相信習近平嗎 你相信習近平嗎 你會去相信習近平嗎 《德國之聲》問馬英九前總統的時候 他講他兩岸必須相信習近平 《德國之聲》後面再緊接著問 那美國總統的拜登的四次公開承諾 我們馬總統我印象中他講的是 美國很難做出這個決定 美國很難做到 就你寧可相信習近平你也不願意相信拜登 侯友宜今天早上開國去記者會 他有回答這一題嗎 沒有 跟大家再簡單講一下 去年的五月二十六號 後已經經過國民黨總統會提名了 拜訪的就是馬英九前總統 七月二號臺北市幫他辦肇事 有一個很有很有名的 他說馬英九是兩岸最佳的代言人 然後他要在這個馬英九的既有的過去的既有的基礎上 繼續往前行 七月講這個話的時候 他一定沒有想到馬英九說要相信習近平 然後緊接著呢 在十月的時候 十月底的時候又拜會一次 這中間六月二十七號 郝友宜開開個跟記者講宣布 六月二十七宣布什麼 馬英九會是他的競選總部的榮譽主委 榮譽 榮譽主委比主委還大 因為他是前總統 國民黨曾經重返執政是因為馬英九 放在任何一個政黨這都是資產 可是這個資產今天跟你講說 我們必須要相信習近平 我不曉得 這個資產為什麼選情職業不給他來 怕到啊 怕到啊 怕什麼 他不是follow他的跟隨他的九二共識嗎 我不曉得馬英九會催出多少票出來 我相信馬英九一定有吹票的效果 在臺灣任何 你跟任何一個人講 我相信九成九成多以上的人 很難接受相信習近平 所以我這個投票我必須在相信習近平 車子很難轉彎 很難轉彎 轉不過來啦 會不會翻車 已經翻車了 已經是車禍了 而且是連環車禍啊 我只問你翻車 你講到車禍區了 你看方倫笑得多尷尬 在路上 不是看到一台藍色的卡車逆向而死嗎 逆向翻車 那樣卡車翻車 而且受災戶 甚至我覺得民進黨的區議立委 可能都因為馬英九這一席話 會多一些 多不少選票 那樣卡車